有缺點喔 其實他有時候是蠻貼心的 但就有時候 還有賭套麵吧 啊對 還有賭套麵 真是打算了 印象是很深刻 我記得那時候 補習班的老師 說他長得很像鬼 他的皮膚很白啊 然後就他長得很像鬼 因為我記得 印象中我好像留個很厚的瀏海 妹妹頭 好像是刺發 國中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 那個年代我們留學了 從國中到那麼長的時間 每一件面子 都不知道他名字變了 他改字了 對 我中間有改名過 對啊 他給我他的名片的時候 才想說 不是陳俊吉嗎 他講出來 因為這名字太難聽了 所以才把它改掉 出國前的心情 其實在一起前 我就有跟他講過 說要出國 就是要在前一個禮拜的時候 就知道已經有寶寶 寶寶 對啊 他本來預計是 想要去個一年 但是後來覺得 就是 如果有寶寶的因素 在考慮在裡面的話 那我就可能去個半年 然後就抱著這樣的心情去了 我要說他去之前 我有答應過他 就是我要跟他說一個 每個月都會去看你 這樣 你沒有跟我講 有啦 你沒有跟我講說一個 每個月要來 其實就是你自己 後來自己 是嗎 應該是心裡這樣子 就是像春客的事情 那時候我們還沒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是什麼節啊 那時候他就說我打的一個韓文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跟他講說 那個是韓國情人節的意思 一一一四個一 然後他就說 他也要巧克力什麼的 還是說 之類的話 然後我就真的送給他 他寄到公司給我 那天我們人不在公司 然後我同事打電話來 他就說有人寄東西給我 然後回公司看到是他寄的 其實還蠻開心的 然後還留了兩個巧克力沒吃完 後來就壞掉了 他陪我去韓國就是 其實那時候行李很重 還帶了筆電 然後手提行李 然後 他的行李真的超重的 對 而且重點是那個 行李箱的輪子超難推的 然後他的那個住的地方 就整個走樓梯 真的超重的 然後他搬行李搬到四樓 我有陪他去搭飛機回去 對 然後他就是要進機場前 給我一封信 還有小禮物 他那封信給我之後 他就走了 看完的時候還蠻難過的 有感受到他的用心 對 當爸爸的心情 他說其實我也蠻累的 不過真的 可是我知道他更累了 我們應該算突然去醫院的吧 我們本來還要去跨年了 他是跨年夜出生的 然後12月30歲本來要去跨年了 如果真的是跨年可能擠在路上 連醫院都沒辦法去 他就剛好12月31很擠得出來 嗯 他當時要就很痛啊 然後 你記不記得你有咬我 越來越痛 對啊 因為他手一直抓什麼的 可是那時候我手都被他抓的是傷的 然後他好像還有咬我 然後他好像還有咬我 就是一直很痛啊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人可以痛成這樣 的那種痛 震痛是真的很痛 然後後來就是 忍到他說可以打五痛的時候 打了之後就瞬間上天堂 馬上就睡著 不過我看到寶寶是被護士推出來的 我也不知道 那時候 壓肚子什麼的 兩隻腳都沒有感覺 可是看到寶寶 他就是寶寶生出來之後 放在我肩膀上的時候 看到他眼睛看著我 我就哭了 就很感動 看到自己寶寶 我就還跟他 我本來想好要跟他講很多話 結果一看到他就哭了 我只有跟他講說 寶寶我是媽媽 結果講不出話來了 然後爸爸就撿期待 結果他就一直跟我說 好小喔 寶寶好小喔 就說什麼 他的臉跟手長一樣大 真的很像一個小猴子 黑黑的黑黑的小猴子 然後我也不太感冒 因為太小隻 可是他的聲音很頭亮 有聽到他的聲音 出生前出生後 有什麼改變 其實出生前還不是要 真的會這麼累 要出生前還想說 想要趕快讓他出來 後來他出生之後 其實 我們兩個的生活好像都變了 以前他可能 我在上班的時候 你還會去 泡個岩盤浴還是什麼的 去躺個岩盤浴 他現在 他應該說 大部分都在家顧女兒了吧 出生前就是兩人世界啊 比較隨心所欲 想幹嘛就幹嘛 那你有了女兒之後 好像就多了一種責任 就不會再以自己為重心 反而就是把女兒 變成是女兒是生活的重心 希望兩個人以後的生活嗎 其實以前一個人的時候 一乎每年都是 一年出國兩次自己 所以以後也希望 可以跟另外一班再次出國旅遊 其實現在就是 想要女兒健康長大就好了 然後 其實我覺得如果女兒長大了 很好我們時間就變多了吧 如果沒有再生一個 消息一下 收到大笠間 技能 要喊 就快點 好 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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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